青年新政牛偉貞和梁頌恆的司法複合上訴案敗訴 他們需要給的縱費分分鐘高達600萬元 一法律界人士估計 在司法複合案中 政府聘請兩名資深大律師和兩名大律師 預料收費不便宜 再加上梁油一方都有聘用資深大律師 預料費用合共約400萬元 但若然兩個人最終堅持上訴到終審法院 更快將匯累積達到600萬元 另外立法會也勒令兩個人的新張需要回水 合共186萬元 所以兩個人隨時要付出大約800萬元 不過他們的眾籌金額並不理想 如果去到中遠的話 我們法律團隊剛才很粗糧做了一個估計 就是可能單在案金那裏要排下100萬 或者以上七位數字的一個典金 這個都是我們法律團隊的故事 好像大約都是30多萬 他們同時憂慮如果上訴到終審法院 會引發另一次釋法 當我們去到終審法院的時候 終審法院有個憲制上的權利 是去再尋求人權釋法 說得直白一點是我們其中一個很擔心的位置 因為每一次釋法對於香港制度來說 都是一個很沉重的破案 被問及日後有甚麼行動 兩個人沒有明確說明 我想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我很難告訴大家 我除了司法行動之外 會否在其他司法體系以外 會有甚麼行動 因為都需要時間去想 兩個人亦都指出會先去信法院 表明保留上訴的權力 期望一兩天之內有決定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 如果法庭並沒有特別禁止 立法會需要在裁決之後 到21日之前 即12月6日之前 刊憲議席出缺 但會等到法庭聽取二人 上訴至中審法院的申請去可之後 才決定何時刊憲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談志願說 政府暫時未收到立法會的刊憲 而補選一期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